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教 欢迎收听全新一集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妍 那最近有听众小伙伴问我怎么没有主持节目了 原因是因为我又折腾回北京了 那一路带娃的各种隔离啊 各种核酸 各种扫码 确实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不过国庆后面我主持的一些节目已经录制好了 或者是正在筹备当中 那比如说是投资赛道的新加坡 是不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 能源赛道的轻能源 为什么可能会出现下一个赢得时代 可控和聚变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来了 等等等等的话题 那不过在更多的节目到来之前 我们的小伙伴准备在国庆放假的基础上 给自己多放一周的假 那就是下一次的更新会是在10月13号 我们也计划在年底举办一些线上的 或者是线下的苛造的互动的活动 那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欢迎刨给我们 好的 那最后祝大家假期愉快 大家好 我是主播哈威徐老师 今天请到的是一个朋友 他的背景对于软件行业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硅谷的行业 他都有一定的研究 然后正好最近几天 硅谷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Figma被Adobe用200亿美元来收购 这是一件SaaS历史上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也想跟我的朋友广蜜来聊一聊 广蜜你好 能不能先简短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大家好 我之前在红杉做了四五年的软件的投资 后来出来创业做了10项 10项我们在运营一个公众号叫海外多角兽 海外多角兽也研究了非常多 美国的软件和SaaS的多角兽公司 最近我们团队也在硅谷待了一个多月 也交流了很多的软件的投资人和创业者 希望这次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中美的一些软件对比吧 对对对 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分成三个话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Figman 你一直有一个感叹 就是说硅谷的SaaS这个环境特别好 就在你快要结束硅谷之行的时候 哐汤一下这么一个大的deal 这么大的一个交易发生了 其实红杉之前也投了 我之前所在的Greylock 七年前也投了 所以说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Figman 我可以从一个中国的这个软件投资人角度和一个局外的角度 说一下我们对Figman的一些简单的感觉吧 我自己感觉是疫情和分布式办公是推动了Figman非常多的 但是最终能让它大赢的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协同 协同这个点是让它跟Adobe和Sketch有了一个很大的差异吧 其实你看Adobe和Sketch在设计软件 这个本身其实做的也是很强的 但Figman做的很强的一个差异我觉得还是协同 我记得那个他17年18年19年的A2还不大 可能到19年底可能还不到20个Million 但是你看过去几年涨到了三四百个Million 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也在想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能助推到他既有差异化也能成长那么快 我觉得这个挺让我差异的 就是我现在只能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觉得是疫情也帮了他 分布式办公也帮了他 然后他自己又把协同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Adobe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一个溢价 能到200亿美元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其实那个Figman当时你看很长一段时间的宣传口径都说 他要把设计软件做到浏览器中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代表SaaS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就是更多的设备更分布式的办公方式 它还是在一个对的Train上 另外其实你看传统的桌面的这些设计工具 其实它既是线下的 其实这些虽然说设计本身可能不错 但是协同做得很差 但你看协同的壁垒其实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网络效应的 之前每个设计师都是孤岛 协同能让人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其实也带来了整个Time的提升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把更多的产品 甚至管理层CEO 更多的人involve进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还有一个点我的感觉是 设计师这个群体可能对产品比较敏感 但他自己又没有很强的技术能力 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付费意愿 只要有一个好产品站稳位置 他可能拿到的Macshare还应该是挺高的 这是我的感觉 但我其实也特别想请教一个 就是为什么能这么高 这个是我一直 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好产品 高速增长 但是竟然能有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我估计可能外界很多朋友 也都是比较诧异的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点不应该光从他今天的产品 能够做到多大去看 因为今天就像你说的 是给很多设计产品的 UX的那些设计师用的 他对于很多的图形图像 视频制作者 其实是不是他的面对的一个对象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前面说的 设计师不管你是做视频 做图像 其实都可以在browser浏览器里面做 然后都需要是一个协同 这两点 然后易用性 对吧 速度 这几点我觉得 不只是对于产品设计师有用 我觉得对千千万万 非产品设计师也是有用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Figma这个理念 这个平台 今天它是面对一个 相对比较窄的人群 但是我觉得 它是完全是可以扩到 Adobe其他的人群里面去 从它的对外的宣传 就是说公布来讲 他们也是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决心 让Adobe其他的产品 也到Figma这一个平台上面来去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不只是一个 Figma今天的产品值多少钱 而是代表了一个 整个Adobe一系列产品 今后可以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它今天内部没有这个DNA 没有这个文化 没有这个基因 Figma是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基因 新的世界里面去 你可以说它的价格很贵 现在的AR2的50倍 像现在这个市场 能够做到15倍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它能做到50倍 这显然是很贵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从一个 对Adobe所有的 或者说大多数的产品 都能够带来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值的 但这肯定不是一个 一年两年能够看出来 也需要这个整合 然后给个五年 才能够看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洞见特别有意思 那个Figma的投资人 还是做了一个比喻 当年Google收购YouTube 包括Meta收购WhatsApp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对现有的业务 可能会带来很大帮助的 而且有一个战略的资源协同 浩宇从您的视角 觉得它更多的产品 会跟Figma有很好的协同 这个Adobe以前做不到的 一个原因会什么 您觉得Figma当时 现在这个产品上 做的特别好的 一个原因是什么 对 我一直认为 一个公司 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做好 首先是这个公司的文化 这个公司的基因 像Figma做的 那么一个产品 做的轻巧 做的快 做的简单 适合那些 新一代的设计师 然后要协同 这些基因是Adobe 因为Adobe已经是一个 40岁的公司了 这不是它的基因 它能做 它会做得很缓慢 它有很多的包袱 为什么它有很多包袱 首先它缺乏这个基因 第二个 它的通常来讲的思维 是我如果要把一个 feature 一个功能 放到某一个产品里面去 我要考虑到其他产品 它要做到比较 coherent 比较一致性 这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大家不想看到 Adobe有20个 完全不一样的产品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给它带来很大的包袱 所以说Adobe这个公司 它要往前走 是可以的 但是它要有跳跃性的 走很不一样的路 就像Figma这条路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是一个给Adobe 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基因 然后如果说这个产品 到了Adobe里面去 仍然是一个单独的产品 其他产品也无所谓 那我觉得它 这个可能是就不值那么多的价格 但是它如果说是趁这个一个机会 把其他的产品 都朝那个Figma这个基因走 这个平台走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 买来的是一个基因 买来的是一个文化 就等于说把Adobe这个公司 从20世纪带到了21世纪 当然了 其实这里面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因为Adobe其实已经走了 过去十年已经走了一段路 把自己带到21世纪 就是走SaaS这条路 它本来基本上都是 在一个本地的一个安装 在过去十年 它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 就是上云 变成一个定域模式 这件事情说老实话 大的软件公司里面 它是做得最好 有可能是唯一一个做成功的 你要叫他再去把产品 有很大的基因改变 那就太难了 今天Adobe买Figma这个人 就是当年帮助Adobe 从一个Perpetual License的模式 变成定域模式的一个主导者 David 当年我们Greylock 把它从Adobe挖到AppDynamic 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帮助AppDynamic 完成一个转身 变成一个SaaS公司相当于 当时候作为一个 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的并购案 被Cisco买去 被收购了以后 他退出 然后在Greylock 做了一段时间的Venture Partner 然后最近又回到Adobe 去主管这个 Enterprise Digital Media这个Business 然后他就买了 Figma的这家公司 这些人其实还是都是有 比较strong的connection的 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从Greylock 作为一个早期投资人的视角 当时下定决心 想投Figma的 最看重的那个point是啥 我不能代表 当时候投Figma的 John Lilly的所有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看到几个点 这也是Greylock 或者说硅谷顶尖分头 一般会看的几个点 第一个创始人 这个创始人是一个格局比较高 然后学习能力很强 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强的conviction 自己强的一个洞见 作为投资人我们不能说 这个世界肯定或者一定往这么转 很多时候是创业者来告诉投资人 这世界是往哪边走的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对世界的看法 对这个设计软件的重要性 然后协同的重要性 觉得是非常有道理 但是我也可以分享的是 其实也只是创业者的洞见 没有任何的proof 没有任何的验证 连产品都没有 或者说连可以大家用的产品都没有 如果说把这个公司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公司是大约10年前成立的 前面5年就在做产品 可能前4年连beta的产品都没有 到了最后一年 前5年的最后一年 开始有一些封闭的beta testing 就是给少数人去用 所以说他前面5年 就是自己在做产品 后面5年 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这个5年 那你在刚才问我 看中的是什么 肯定不是看中的 那个用户很喜欢 因为根本就没有 连产品都没有给到用户 更多的是一个vision 对一个世界的判断 创业者是讲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他的自己的学习能力 他自己的格局 他看问题的能力 他组织团队的能力 他能够去兼容包容一些 比他能力更强的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应该在公开场合 说过几次 就是他招来的第一个手下的manager 他是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大学都辍学 然后就开始创业的 并没有工作经验 他有过实习的经验 但是他没有一个全职的工作经验 更不要说是领导的工作经验 因为做CEO是一个领导 这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学习能力 对自己的能力的边界的判断能力 知道自己什么强 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是需要学习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还有一个 您刚才提到 他头五年在做产品 就是如果中美的SARS公司 做一个对比的话 其实你看美国的公司 很多的产品的口碑都非常好 但是在中国市场 其实口碑极好的SARS产品 其实就是比较少 您觉得这个点 就是为什么硅谷的创业团队 能做出来比较好的SARS产品 这个原因您观察到有哪些 或者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吗 有三点吧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公司的角度 就是创业者的角度来讲 另外是从客户的角度 第三个是从投资人的角度 从创业者的角度 尽管Dellen Field这个创始人 他是一个辍学的 但是他周围的人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招了一些行业里面 很有经验的人在他周围 因为做2B的生意 做企业软件 说老实话 不是说是一群毛孩子 凭自己的想象力 就能做出脸书这样子的产品 因为脸书这东西是可以靠自己的直觉能够做出来 但是做卖给企业软件的 是需要有常年工作经验的 所以说他是周围是有在这个领域当中 经营了很多年的人陪伴他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做企业软件的经验 还是蛮丰富的 然后他也有这个耐心去做个五年 第二点我刚才提到了 这不只是一个创业者 还有一个投资人 包括Greylock 包括红杉 包括Index 其实是C的开始投的那个投资人 至少是给了他一个环境 没有说 两年了产品还没有发出去 三年了还没发出去 对吧 这家公司都已经四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产品 然后我怎么投的下去 如果说是在国内的话 可能就没有 几乎没有一个投资人敢这么投 我一看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四年了 连个产品都没发布 更不用说一分钱都没有赚 怎么敢投下去 相对来讲 就是说我并没有觉得 硅谷的投资人从来不看 或者说每个投资人都是可以用很远的目光去看 但相对国内的 我相信要会好很多 当然了也有很多创始 弄了四年五年六年 产品还是做不出来 这也有 就是说有很多反例在那边 但是投资人愿意给创始人这么一个机会 我觉得也是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从客户的角度也是 相对来讲 大家也是愿意给startup公司一些机会 因为就像你说的 他2017年才开始有 刚刚开始有付费用户 到了2019年 其实就有很多的人 就很喜欢已经开始付费了 被人家用了两年 就能够受到很多的职业的 做产品设计的人去用 我觉得客户还是对startup的接受度还是有的 并不是说 哎呀 我Adobe已经用惯了 我就继续用 对吧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接受 那个新鲜事物的能力会快一点 第三点我不清楚 中国跟美国是不是有很大区别 其实我也是蛮好奇 你的那个看法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中国这边的投资人和创业者 可能双方都比较着急了 就是在产品还没有那么ready的情况下 去接了很多大的客户 那大的客户呢 中国客户的客户需求又特别个性化 个性化呢 就会带来很多的个性化开发呀 这就把整个公司做产品的研发资源 就给拖线下去了 就过早的陷在了大的客户 去做个性化需求满足的情况下 这就让自由的这个产品的定义 我感觉做的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的 其实硅谷的Founder 我有一个感受是 他们对需求的定义和产品的定义 做的可能更好一些 而且确实花了三五年时间 去来build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做的非常好的 其实从一个不管是投资人 还是创业者 都需要尊重这个步伐 PACE 这个产业界是不是要上云也好 要协同也好 或者说对产品设计师的需求 有多大也好 这些是要尊重外界的 不是说你自己把钱砸下去 或者把产品做出来 就能够影响到需求方的 需求方有一定的自己的步伐 我们都说 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天时不是你能够去影响太多的 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尊重 理解 如果说你是不尊重这个PACE 你觉得哇 我把钱砸进去 我这个估值给弄上去 然后我把人给招进去 然后产品给加快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四倍功半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觉得我个人从Figma这个deal当中 能够感触很深的 我还想再追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硅谷的VC在软件这一块赚了那么多钱 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以及硅谷的这些VC 它怎么来判断这个 train的和timing的 像当年红山美国投MongoDB 就是看到费结构化数据起来 但你看过去十年 费结构化数据起来 确实很快 后来又看到了 移动手机和Cloud结合 带来的移动身份认证 后来投了Octa 但后来又看到企业不断的上云 上云之后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 data分析投了Snow 但还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硅谷VC都在软件这一块 和大的Cloud的这个train上 赚了很多钱 然后对趋势判断也特别好 Figma这次对这个设计协同这个点 做的也极其的犀利上 那么我比较好奇 就是Gradlock当时 对这种train的判断 以及更多的硅谷VC 对这种train的判断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好以 我觉得其实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 对于云上云也好 协同也好 大家需要有一定的conviction 执着的一个信念 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 会改变我们的工作场景 其实很多不只是Gradlock 或者洪山 其实很多投资人 都也看到的 就像做一个创业一样 很多时候一个idea是非常cheap的 一个主意其实并不贵 而是在于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你的execution是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掌握好节奏 要有一定的耐心 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不要给那个创业者帮倒忙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又帮上忙 这个帮上忙不一定是 创业者想听的话 有的时候是跟创业者非常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那个投资人也要诚实的告诉创业者 是怎么回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miracle的东西 其实还是一个脚踏实地 把这些事情给做好 要尊重 我们经常说的是intellectual honesty intellectual honesty 是一个对创业者也需要的 对投资人也需要的 投资人也要意识到什么是reality 什么样的pace 是我们需要去尊重的 Greylock 红杉 或者说一些index 这几个figma 早期投资人所做到的 其实也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帮忙的节奏 投资的节奏 希望值的节奏 我觉得都把握的是很不错的 就是你看硅谷的这个软件退出就特别好 它不仅是有客户 有很强的付费意愿来买单 还有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来收购来买单 那另外华尔街上市以后也有买单 这三类买单方 我感觉比中国的这些SARS公司 面临的买单环境就特别好 这个原因是什么 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个从一个entrepreneur 从创业者角度来讲 并不一定有这么一个ego 这么一个心态 就是说一定要我做到最后 只有上市才算成功 被人家并购不算成功 我觉得这个创业者本身 这个心态也不是最近十年 二十年也是几十年的这么一个锻炼 其实这个心态也在那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不只是资本方觉得我来并购 或者说买方是不是有愿意 如果说是卖方觉得 哎呀我被并购掉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或者说是说明我不够成功或者怎么样 那就会把这件事情就能弄得复杂化一点 我觉得相对来讲 硅谷的创业者这种心态 不能说是一点没有 但是会好很多 即使你看Google对吧 这么成功的公司 要不是当年Yahoo那个手一哆嗦 Google也就是Yahoo的一部分了 所以说对多数的创业者 他不存在一个不愿意被收购的一件 这么一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行业里面 大家都尝到甜头了 你看那个收购方 Google买了YouTube Facebook Meta买了Instagram 或者WhatsApp 当年的EMC买了VMware 然后Salesforce买了一批公司 使得Salesforce成为今天的这么强大的 应该是最大的SaaS公司 一个原生的SaaS公司 微软也是一路走来靠买了公司 对自己产生蛮大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跟那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 就是大家也看到 尝到甜头也看到了 在美国以外 比如说中国 可能成功的案例还不够多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行业的整合 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 为什么Adobe去买Figma 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 它自己做也能做出来 我觉得它做不出来 它做不出来的不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 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文化基因 同样这个文化基因这件事情 我觉得放在全球各个公司 欧洲的公司 中国的公司都有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个公司没有这个基因 就很难去做一件新的事情 当然不排除一些outlier 不排除一些特例 绝大多数的公司来讲 缺乏基因 然后用外部的并购 对自己这个基因产生一些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放之四海 皆准的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太多的公司 即使在中国或者说其他国家 我觉得特例是有 但是特例很少 中国的公司像自己当年买Musically 也是现在TikTok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公司少有的 有这种魄力的 而且比较成功 结果 对 就是这次200亿的收购案中 因为这个Multiple还是挺高的 还有50倍 您觉得50倍会给现在 Public这些SaaS这个情绪 会带来一些好消息吗 以及未来的Public公司 会不会因此受到很多的 Multiple的一些提升 我觉得对二级市场 应该没有什么好消息 你看二级市场非但不认买Figma 然后它的当天的市值 就掉了两三百亿美元 觉得二级市场没有觉得 这是一个应该的事情 当然二级市场做的事情 永远是一个放大镜 它不一定是一个不理性 但是他看见一件事情 他会放大不少 当年那个 对十几年前 EMC买那个VMware的时候 花了635个Million 6亿多美金买了VMware 当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 EMC的股票也在往下跌 大家说一个存储公司 去买一个软件公司干嘛呢 框仓一下就股价就跌 后来15年的时候 卖给Dale的时候 EMC的市值 就是VMware的价值 就整个公司其他的 就没有什么value了 就只剩下VMware 就从一个 大家觉得是一个积累 变成这么大的value 等到他卖的时候 大概值四五百亿美元 一级市场 我觉得多多少少 是给大家一些希望 比如说创业者 你看那个Figma 对吧 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 如果说有人认为今天 或者现在是SARS领域 不一定是寒冬了 但是是相对来讲 寒冷一些的一个状况的话 是带来一些暖意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 对就是在 尤其是你明天去融资 你说你看Figma 50倍 所以说我应该要50倍 我觉得投资人一般会说 那是一个outlier 这是一个特例 所以说我觉得 对一级市场 多多少少是一个好事 但你说是一个很天大的好事 不见得 对二级市场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 至少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我觉得短期来讲 就是豪一刚才也提到了 Adobe买Figma 这个意义重大 您觉得就是为什么 有什么因素 导致这个溢价能那么高 溢价的来源会是啥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 这个基因文化 以及协同 以及产品的协同 您觉得还有哪些 溢价的重要的来源点吗 我觉得就是 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有一个英文里面 有个词叫Mindshare 就是我觉得Mindshar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搞图片 搞视频的人 他今后想去用什么样的产品 Figma是有很大的Mindshare 这个时候Adobe是非常害怕的 他觉得这个Mindshare 一旦被Figma拿去了 是一个几乎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他是觉得 这不只是一个4亿美元 AR2这么一回 就是营收着这一块 而是想到了这个Mindshare 这一件事情 对你刚才也问了我 很多关于Figma 或者说对于美国的 创投圈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蛮好奇的 这件事情是在你和你的团队 在过去几周密集的拜访了很多硅谷的公司 投资人 这几周下来 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我第一个比较大的感受 可能用一个词叫分叉来概括吧 就是中美的VC和创业 我感觉就明显的分叉 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VC和创业者 基本上还是围绕数字化 这个方向去走 不管是Cloud Data SaaS 包括未来的AI 因为好几个硅谷的VC都给我提到说 Cloud还可以继续投10年 Cloud现在也就走到了20%到30% Data也就走到了10% 包括AI也即将刚刚开始 我们也看到很多AI生成的 一些新的公司出来 从硅谷的VC和创业者来 角度来讲 他们还是很期待 继续走下一代大的数字革命 但是反观中国现在的投资的热潮 我感觉就是围绕新的能源和制造业 中国在推动一个比较深远的能源革命 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就是国内的数字化还在继续的进步 但是这个数字化程度 有可能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感觉更多的会是以一个很强制造能力 或者未来的高端制造能力 来去驱动很多产业升级的一个变化 它有可能 我感觉看中国现在的发展的一个man set 可能更像是日本和韩国 这是我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感受吧 从一个中国投资人角度来讲 我是很羡慕硅谷的VC能在Enterprise这个市场呢 我就经常给团队做一个比喻 就是美国的SaaS和Data公司 经常是一个收费站或者企业级消费品 只要你这个产品步到客户的业务流里头了 相当于建了一个收费站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像Snowflake 每年从Capital One能收到4800美元的AR 包括Databurst也有好几个上千万美元AR的客户了 我感觉这个商业的生态 还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熟 而且现在越来越细分 现在围绕Snow的生态又出了很多公司 像DBT Faltrain这些 这是我一个大的感受吧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觉得美国更多是在做数字化 仍然是在上云 仍然是在做AI 仍然是做Data 然后中国是在做新能源 做制造业 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 这个数字化今后五年十年会比美国慢 但是你觉得是一个怎么个慢法 或者说还是是不是值得投资 你是怎么想的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肯定还是一个投资的主题 但是我感觉从创业和投资人视角来看 我感觉大家的预期可能要会发生变化 这个预期可能不像是美国的SaaS公司 能有这么高的市值 这么好的AR和这么好的recurring的这个model 我觉得这个预期可能是要发生变化的 第一代的互联网公司都有极强的网络效应 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一张网 这个网络效应极强的 我觉得这是能带来叫万亿美元的公司的 包括像龚友云AWS 这是有极强极强规模属性的生意 这也是能到万亿美元的 但是你看多数的SaaS公司 产品公司 我感觉在硅谷很多是比较难到千亿美元的 我自己把它比喻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企业级消费品生意 这是一个很强品牌属性的一个生意 但是你看中国的公司 这几个好像都不太占到 网络效应 规模效应 品牌效应 它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时代服务的生意 有时候我也感觉像施工队 那这个生意可能就不太搞得上去 就是我们看一个这个企业的人效 总的营收除以总的人数 就是国内的公司能做到40万人民币 就比较优秀了 但你看美国公司都还是很高 当然我们肯定是需要耐心的 就是期待这些创业者能做出来更好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从投资和创业的做法上 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变 就是以前我感觉就是太着急 去上很多的大客户了 但中国大客户呢 其实跟美国大客户不一样 个性化程度又比较高 就把自己的研发资源给拖散了 最后没有做出来好的产品 我觉得可能核心还是得做出来好的产品 如果不做出来好的产品 最后靠服务 那你这个服务效率提不上去 那这个其实最后从固值和最后的营收的质量上 我觉得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我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数字化肯定会发展 长期预期都是很好的 但是短期的预期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 而且你看退出的情况 过去你看国内数字化都是很 十年二十年的公司 最后在A股上市 100到200亿 我还刚看了一下恒生电子和广联达 两个比较优秀的公司 现在应该是600亿人民币的市值 我就觉得怎么把这个溢价做上去 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我们再从那个中国客户的买单方来看 我觉得有三类买单方 第一类买单方就是我们经常熟悉的 这些VCP back的这些新经济客户群 这些客户群呢 我粗略的估计可能是 比如说几千家 五千家到一万家 每家呢都能在一个SaaS产品上 付个五到十万人民币 那这个客户base早期启动是没问题的 但是池子不够深 那第二类客户呢 其实是超大的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BAT TMD 但这些公司呢很多都是自研了 你想那个自己做废数做的也很好 那个很多公司也都有自己的协同工具 他也没有去买外部的 那另外一类就是中国最大的呢 可能还是那个国洋体系 但这一类客户呢 对数字化的依赖 我感觉没有那么强 而且他们的需求又特别分散 就让这些创业公司 他的精力就分散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最后也是造就了 现在软件服务的这个业态的一个点吧 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仍然可以去BAT 投资那些数字化的 但是期望值 或者说是时间轴 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可能还是要给一点时间 这是你的意思是吗 对的 我觉得长期我们都是非常相信 数字化这个大的趋势 只不过这个周期可能比较长 以及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上 可能不像美国的这个数字化 从市值上来看那么的高 因为他 我可以这样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在中国投软件呢 可能不太像美国的软件公司那么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互联网公司 也挤压了一定软件公司的估值 你比如说我们投一个 投AI方向可能是看不出来偷条的 投方产软件可能是看不出来那个贝壳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在互联网来之前 其实这些软件公司 主要还是软件服务和信息化为主 它并没有 就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升级和生产关系的形成 其实之前更多还是一个没有那么数字化的 其实在你看美国 它在互联网来之前 整个的数字化都已经跑在软件上了 我觉得其实软件背后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 和商业的这个关系 网络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互联 中国的互联网一来呢 它其实整个的生产关系是塑造在了互联网上了 整个零售呀 营销呀 和协同啊 你看中国最好的营销公司 可能是百度 抖音和淘宝 甚至美团 线下这个 中国最好的电商软件公司 可能也是淘宝和美团 中国最好的协同软件公司 可能是微信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一定程度上 我们看2B 它是跟互联网公司有一个交叉和融合的 这是我的一个 之前做投资的一个感受吧 还有一个角度 你经常提到一点 就是你觉得很羡慕 美国的企业付费的能力 对吧 对于SARS的付费能力 对于云计算的付费能力 你是非常羡慕 其实我比较好奇 背后肯定是你观察到 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 它的付费能力可能就不那么强 你的观察是什么 然后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背后 其实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还是欧美富裕的早 而且存在一个叫全球的波讯模型 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心心股股工作一年 但是大家得到的 这个收益是不一样的 赚钱的结果 差异也是很大的 我们以前在国内做投资 能赚一块人币 但是硅谷的VC 做投资能赚两三美元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而且我可以说要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 美国每年软件的营收 是1250亿美元 中国是89亿美元 这个差了13.6倍 美国一年 它的消费支出 人均的是4.8万美元 中国的人均实际的消费支出 是2900美元 这个也差了13.8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时间发展的问题 就是你像欧洲人有钱 可能是当时赋予得早 而且有一个殖民的积累 然后美国人赋予 其实过去五六十年 其实它制定了很多 全球的商业秩序 而且向全球输出了 非常多赚钱和潜在收税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的全球化体系 美元Swift Visa 互联网软件 区块链 甚至说抽水马桶 还有很多大牌的消费品公司 这些美国的跨国公司 是向全球赚了很多钱的 而且又积累了几十年 我觉得还是商业积累的早 其实一个Uber司机 税后收入都能到个 8到10万美元 跟一个中国程序员是差不多的 这个还是 富裕程度上本身 还是有一个差别 但是你从商业视角看 全球本身就是这么割裂的 你想全球可能 整个商业利润 美国消费市场 是贡献了很大的 一大头的 再看中国内部 就是核心的 十几个千万人口城市 甚至说一到两亿的中产 也是消费贡献 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割裂的状态本身就存在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现在的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 这些数据都是蛮有趣的 我的看法可能会稍微有些不一样 就是说你刚才的观点 就是富裕程度不一样 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美国的客户的付费意愿 就会强一点 我的看法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从一个个人的角度 中国跟美国的消费能力是有差 但是没有差一个数量级这样 你看iPhone 苹果手机刚刚出来 在中国 甚至于在印度 卖的价格 不比那个美国低 有的时候还会比美国高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个人的消费能力 跟中国跟或者说全球 其他有差别 但是我没有觉得差很多 但是美国的企业的消费能力 比起至少中国的企业的消费能力 要差可能一个数量级 或者说甚至更多一点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部分 我是说对软件的消费能力 对硬件其实一样 你卖一台IBM的机器 对吧 中国跟美国的价格没差那么多 但是对软件 我觉得作用 其实认知还是相差很大的 因为过去文化的原因 觉得软件免费 可能是天经地义的 对吧 很容易copy 对知识产权各方面 认知会不一样一点 现在肯定是 比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 肯定是好很多了 但是还是有满大的差距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国内 也看投资看了蛮久了 你看到的硅谷的创业者 跟你在国内过去几年所认识 所接触 所投资的创业者 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硅谷的创业者 领导力还是很强的 是希望制定这个市场的规则和玩法 他赚的溢价的钱是很高的 要么是平台的溢价 要么是品牌的溢价 或者技术的溢价 但溢价都非常高 我觉得代表就是Apple 那个包括平台的公司 溢价也都很强 但中国公司呢 就是除了一些互联网平台 能赚一些广告平台的溢价以外 或者说像茅台这种公司 能赚一些品牌溢价以外 但你看中国是非常少的出现 能有叫溢价能力的产品和公司 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就是美国的创业者 他对需求的定义 和产品的定义做得好 但是明显你就感觉 就是中国的过去的创业者 非常擅长的 就是我们更勤奋 然后还可流量红利 特别的在行 但是管理和产品定义 这些可能还是有一些 那个什么的点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假如一个传统的东西 它定价本身是100块钱 美国的创业者说我想卖到120 甚至卖到130 但中国创业者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有一个创业者说 我就卖40块钱 但其他同时又出来 二三十个创业者说 我就卖30 他就把这个行业卷的 就没有利润了 那个美国这边可能卷的 卷的那个程度 没有中国这么高 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来看 就是美国很多是这些 私立学校嘛 其实从一个学校的模型 我觉得都是比较健康的 那个就前段时间那个KBCP的 那个合伙人 John Doerr 不是给Stanford捐了11亿美元吗 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院 就是你看这些private学校 它是有更多的企业家去捐赠 然后它更好的师资力量 进而吸引更好的学生 更好的学生呢 进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更好的捐赠 这个模型我就感觉非常好 就是因为可能整个商业环境 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就是一个商业追问 资本追问的一个 叫商业环境更健康的一个感受吧 然后就是刚才 Holly咱们还聊到就是 像飞个马 这个退出环境问题更好 其实中国也很少出现大的 很高一价的退出和收购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可能 也许未来更年轻的企业家们 可能会意识到这个 你包括专利授权保护体育都非常好 就是中国经常会出现互相抄 但美国互相抄的这个 这个可能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可能背后是专利授权的 保护体系非常好吧 这个抄袭专利被诉讼的成本 非常非常高 严重的都能赔到破产 而且硅谷的VC可能 也不太愿意投那些 直接抄的copycat这些公司 但中国的VC是愿意投的 但是还有一个点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 数字化建设的充分程度上 我感觉中国这过去五年 是更强了 就是这个5G运营商建设 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明显的一个点 其实你想在美国现在观看直播 或者打开一些大的图片 还是比较卡的 那个很多地方信号都是3G和4G之间 5G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所以你看这个移动支付也都没有 但中国的基本上全是移动支付来普及了 包括短视频和直播能发展那么好 我觉得也是有来于数字基建嘛 那个数字基建嘛 后来我就查了一个点 就是1992 93年的时候 克林顿当时出了一个政策 是对后面二三十年 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定地位的 就是那现在看中国又投入了很多的数字基建 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嘛 其实这个政府来搭台子 是影响这个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中国的创业者被国家大的政策引导的 影响成分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 我听到的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差别 第一个你是觉得中国的创业者比较卷 对吧 但同时你又觉得中国的数字基建这一块 又是做的比美国要做的好 所以说各有利弊 那你觉得从卷的角度来讲 是会朝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卷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咱们每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 这个市场的验证周期窗口就比较短 这个我感觉也跟中国擅长的优势比较相关 你比如说中国擅长制造业 那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制造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觉得这是卷的一个好处 那从第二个层面来讲呢 就是咱们的制造能力强了 怎么做出来更好的产品 更有溢价的产品 我觉得这是未来十年最期待的 就是比如说中国做手机能做到像Apple一样有溢价 或者说有更多类似小的茅台这种消费品 这种能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未来十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点 就是溢价能力是你观察到的中美创投圈的 一个蛮大的一个不一样 一个是卷 一个是溢价能力 一个是数字基建 对吧 这个不一样 这是中美的区别 我觉得分析的特别好 那我们就到我们今天那个这个谈话的第三部分 就是也是展望未来 我们刚才讲了 那个从美国的角度 这个软件仍然是一个可以欣欣向荣的一个产业 中国新能源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产业 但除此之外 能不能讲讲 还有些什么方向 是值得那个我们创投圈人士 可以去值得去做的 我觉得站在当下来思考 未来三五年的 train的趋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投资人来讲 比如说美国红山当年投到 像Octa 那个MongoDB Snowflake Zoom 其实都是堵中了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也在想就是站在今天 我们在想未来三五年的趋势的话 应该会有哪些趋势 其实我到硅谷 第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 很多人不去办公室上班了 这个就引出来第一个train的就是remote walking 远程办公 现在硅谷是全球最极端的这个remote walking 我觉得这个代表是一个文化和趋势 那如果这个文化更多的 在更多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来扩散的话 那其实这个企业的管理 企业的招聘 薪酬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也会带来一批新的SaaS公司的发生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Dio已经上百亿美元了 其实去解决薪酬发放和用工合规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趋势变化 包括call center 现在也更多的大家不去call center中心 这个office来打电话了 更多的是在手机上要虚拟出来一个VIP的这个场景 那这样这个也更数字化 然后那需要叠加AI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个这是我去到硅谷第一个大的感受 对这个remote walking会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其实有很多这种对于remote walking去给它赋能的 相当于remote walking里面的stripe 这个stripe不只是说是支付 就是说是相当于一个基础建设 从那个HR 从那个薪酬 从各方面的角度去支持这么一个hybrid walking 就是一个workforce 我的人员是遍布全球的 我怎么去支持这样的公司 另外一个对很多创业者 我觉得是应该去思考的 就是即使是今天像zoom 我们都说是应该说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 对吧 zoom已经是成为一个动词了 每一个当一个公司成为一个动词的时候 就说明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 对 第二个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 现在很多的投资人开始看垂直行业 vertical的SaaS 因为我们见了一个之前比较成功的投资人 他之前在TCV投了有12个成功IPO的vertical SaaS公司 而且美国的vertical SaaS公司 它有一个特点是真的能把SaaS和Fintech支付 这些包括未来和供应链能打通 过去国内可能是比较难的 因为很多是被互联网公司给做了 我感觉可能还是美国的产业分工是更成熟 因为每个产业它有很多的stack 一个各种stack来堆叠而成 SaaS和金融和供应链 把整个stack润色的更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点吧 像比如说美国有Toast 对吧 给餐饮业做工具的一个SaaS 在中国好像没有像Toast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中国的Toast就是美团 它既做了互联网流量货客 又做了本地的货架和一些管理 甚至还有运力 我觉得它是更加高级的一个Toast 对 意思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Toast 而是被相当于互联网公司给整合进去了 对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我感觉有些中国SaaS的机会是被互联网公司挤压掉了 对 但是从一个垂直行业 Vertical SaaS这个角度 你觉得从全球的角度来讲 还是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我觉得还会出来很多的公司 可能这些公司的体量不会很大 但是它在那个行业的渗透率可能做的比较高 而且它做了SaaS产品之后 后面会做金融产品 还会做供应链相关的 你比如说Deal 它的软件部分可能做到 那个现在可能一两亿美元的AR 那未来它很可能就叠加上金融的服务 因为它和薪酬这个相关 那薪酬有可能就又会贡献 甚至未来会超过软件的收入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期待的 你包括看Carter 它是做ESOP管理系统 那ESOP管理系统 这个可能软件的天花板也是有限的 但如果它把这个ESOP的交易 这也是跟金融相关的结合起来 那这个可能又给它打开了一个叫第二增长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美国的SaaS里头 还是有挺多的机会能看出来的 然后这是第二点 垂直行业的Vertical SaaS 那还有什么趋势你观察到的呢 我觉得第三个可能是Data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说Snowflake非常好 但是你看Snowflake它的客户 现在也就2000多个 其实你想那么多的大的企业 未来都要上云 那上云之后 它的业务整个的业务数据集中度更高 那其实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需求 就是数据分析 其实可能17年投Snowflake的这个SaaS 可能是未来 我觉得有可能会跑20年的 可能Snow现在我感觉就走到了 它的天花板的5% 甚至10% 那其实你看另外一家公司Databurst 现在也发展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数据还真的是一个 叫未来三五年非常确定的Train 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那个什么 因为上云之后 整个数据的分布上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数据的利用价值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而且商业模式都是这个 按用量计算量来定价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生意还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细分 但是Snow和Databurst可能是Data这个行业 最重要的两家公司 好 这两家最 你说的最重要的公司 我们那个科技早知道 我在过去一两年都分别做过 比较详细的访谈 我完全同意你的 就是这个Data这一块 我觉得是今后10年 是一个Decade of Data 是数据的10年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不管Snowflake的股价是高还是低 但是数据或者说是做数仓这一块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我是深深的认为 今后的10年就是数据的10年 那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第四个可能是机器人 机器人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明显 其实机器人可能有提了有20年了 但是为什么是过去三五年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软件技术 AI技术有相关的 为什么觉得机器人的机会很大呢 就是我感觉美国现在用工慌 也是很强的一个感受 我去了很多线下店 其实大家都在招人 包括外卖送餐 其实中国的美团的机器人 送餐机器人可能做的是很好的 那只不过现在可能美国很多还没做 我们路上也看到了有些像Coco送奶茶的 未来10年20年可能是数字化技术跟Physical的物理的硬件技术 结合非常重要的10到20年 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像家用的扫地机器人 其实现在的聪明程度和体验越来越好 包括仓储的机器人 这是一个设定场景 怎么把这个效率和成本降下来 我觉得已经这些case已经看出来了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 结合的更好的机器人形式出现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点 就是安全会有很大的机会 Hoy肯定很熟了 因为现在整个企业都在第一是上云 IT架构发生很多变化 另外就是remote办公 remote办公之后 那个更加的分布是设备也更多 其实需要防护的点也越来越多 包括SaaS的应用也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是防不胜防的 其实安全就是数字化发展的非常强的一个beta 它有可能占到整个数字化的5% 有可能10% 有可能15%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点 包括安全的技术 也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像Datadog 最开始主要功能就是做监控 那现在越来越做的更多一些 从诊断到反应 包括后面可以做预测 还可以做补救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Zisgala也是非常好的公司 很多的安全公司 我觉得本身自己也在很好的生长 包括新的安全公司也会有很多 包括之前我们研究过的Sneak 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安全公司 发展也非常非常好 对 我觉得安全是一个 只要是随着我们数字化越多 需求也就越多的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你刚才说不管是5% 10%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一直是把它叫成一个Evergreen Industry 是一个长青的产业 不会随着有些产业变成一个西洋产业 我觉得是随着数字化革命 数字化进程 至少几十年 甚至可能是一个百年的 就这么做下去 对 我是非常同意 还有些什么方面 对 你比如说在看Fintech金融科技 中国的Fintech金融科技就基本消失了 但硅谷还在继续的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沿着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 这个基础继续做更优的体验 更好的创新 另外一条跟加密和Crypto 去试图构建一套新的金融体系 我觉得这个也在发生 Fintech在硅谷 我感觉机会还是更多的 原因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 一方面你看到去年 差不多有将近30家的主流的 Fintech公司在上市 你像巴西的Nubank D-Local 包括Cronbase 包括Robinhood 这些都是叫一个品类的开创者 但你看这些公司发展了 都有5到10年 其实他们培养了非常多 Native的Fintech的 原生的工程师和创业者的 其实这批的人才 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些人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大的一些机会吧 包括这趟我们也在硅谷 看了一些Fintech的基金 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投一些 我觉得大家看到更多的一些 一些变化趋势 可能会给Fintech行业带来很多机会 不管说咱们聊到的全球化Remote 它是跨地区的 也是跨B种的 甚至说一个人可以做多份工作 新的技术设施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甚至说对合规反欺诈要求更高 包括咱们提到的 那个Fintech跟SaaS 更好的结合 就怎么更好的嵌入这些没有金融能力的SaaS公司 更好的做好结合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湾区非常好的 优秀的Fintech的人才 现在去到新兴市场去创业 就像红山之前的那位合伙人 去到巴西做了Nubank 那这种也是一个 大家押注的一个画像吧 然后Fintech这个也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吧 你再看那个医疗 Healthcare这个方向 其实美国的Healthcare现在占整个国家GDP的比重是很高的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具体知道 有可能是18% 甚至有可能还有说23% 这个市场是巨大的 那个包括现在去做医疗IT和智能的医疗设备的 去更好的 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还是有限的 那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我觉得未来 如果真的这个Sensor和这个新材料的变化 其实能更好的去track人的身体的各项健康指标的一些 而且做到医疗级的 这个可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 就算就像你看那个 美国也有一个很多创业公司的CEO都在带了那个指环 Aura 其实过去两年卖的非常好 卖了100多万个 它就是监测身体和睡眠的数据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挺那什么 但是看医疗Healthcare呢 我感觉大家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也去波士顿去走一走 那边其实机会也更多 对 广密你刚才说了好几个方向 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里面有两个你没提到 一个是crypto 对吧 加密 那可能这是web3 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单独谈的 另外一个 你稍微有点涉及到 就是在讲机器人的时候 你也讲到可能跟AI 这些发展都是有关系的 从AI的方向你是看到些什么 就是我们在想 就是你看硅谷的SaaS公司 天花板就是微软 而且你像Zoom Okta 很多Notion这些公司 发展到一定程度 都会遇到微软的境中 我觉得这个天花板效应非常明显 我们就在想 哪些领域是有机会抛开微软 或者说跑脱在微软的射程以内的 我觉得可能就crypto和AI 我们就说AI 就是传统的SaaS公司和生产力工具 这是为人服务的 是为效率服务的 但是AI是直接用机器产生结果了 就替代人了 我觉得这个是超脱了微软的射程 但有可能也说 这些大公司的技术能力更强 数据更强 但我觉得新公司肯定有非常非常多机会的 那你说crypto呢 我们团队其实过去一年 有六七位同事都花精力在crypto上做研究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态度就是长期非常乐观 短期可能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冷静一下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的变革 其实未来的大的影响力上可能是很大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 不管说过去的新公链啊 NFT啊 DeFi 现在其实大家过去赚的钱 很多还是叫这个交易的钱 其实很多这个应用创造价值的钱还是比较少的 它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 不见得一定是技术的提升 更多是这个理念和更多的实际的场景和应用落地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吧 而且你看那个美国的创业者 很多都是做crypto的info相关的事 那华人的商业者呢都喜欢做应用相关的事 我觉得这两个未来都可能还是有一些叫突破的机会吧 对对对 那从AI的角度来讲 你也看到了很多机会 包括你跟我提到的红杉 对吧 就今天就有一篇文章 是讲那个generative AI这一篇文章 你是对这个是非常激动的 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激动的原因啊 其实你看过去很多的内容生成 还是需要人去拍摄的 还需要人去创作的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未来数字化时代的这些内容 有可能就是在数字化时代去产生的 有可能是人去产生 有可能是AI去产生 比如说一个电影 比如说我们拍过这个楼 拍过这个景色 它本身就是一个始量的了 它就是有数据在这的 其实我们未来就应该用一个 更好的表达的方式 从这些素材里面 让人让机器更好的 直接生成一个视频和电影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叫真正的数字化 native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跨越了 现存的很多的 Antics的一些点 我其实挺期待的 其实你看 十年前 整个移动互联网来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GPS 有各种这个更好 更方便的属性 我觉得AI 可能比移动互联网还要大 它可能对整个很多的产业 它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一个变化 这个power有可能是更强的 对 所以说可能你还年轻一点 我对于用AI去生成电影 电视这些 可能接受程度还没有你高 但是我是非常同意你的 用AI去生成一些 不管是图像 还是生成一些什么资料 生成一些人家做marketing的资料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大势所趋 然后最近几年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播客节目 是讲了GPT3这个模型 大概是一年多前 做了这一个节目 我觉得GPT3基本上是 一个比较华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这之后确实是很多自动生成的 不管是文字也好 诗歌也好 程序也好 其实是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 我记得我儿子前一段时间给我看 他现在那个编程序 就是用Github的copilot在编程序 我一开始是抵触的 我觉得这能做多少 现在看看确实是一些简单的东西 就没必要去人去画脑细胞了 这些简单的东西确实是 让机器去做 让AI去做 其实背后就是GPT3在起效果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怎么样从文字生成图片 图片生成文字 其实是成熟了很多 前一段时间我自己使了一个网站 我输入一段文字 然后这个生成的图像 至少是我觉得能接受 我的一个同事说 那个只要是不是生成人的头像 如果生成一些其他的事物 其实都已经蛮成熟了 我试了一次 果然确实是 所以说确实是觉得 比起几年前已经成熟了很多 而且是能够开始在 那个商业落地了 我还是蛮有期待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过去15年 它最大的作用 其实还是在帮助大家 怎么去点广告点的更加精准 就是Google Facebook 百度TikTok这些公司 对吧 抖音这些公司 对 我觉得美国还挺多有意思的 优秀公司 还是挺值得研究的 不管说 咱们刚才聊到的 Stufflake Databurgs 还有包括美国的 1688 B2B Marketplace 像Fair 这种公司现在也发展挺快的 包括 那个Watnot Notion Niantic 我觉得还有挺多好公司的 后面咱们可以更多的一些讨论 去再聊更多 对 好 今天我跟广密聊了好几个话题 第一个Figma 今天动地的一个200亿美元的收购 Greylock 当年我们投资的时候 连产品都没有 更谈不上营收 在A轮投进去 然后这一次是生成了大约 26亿美元的一个回报的一个项目 除了Greylock之外 还有好几家分头机构 都是有满强的回报 那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聊了 为什么Adobe要花那么多钱 然后对Adobe改变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聊的是 广密带了他的团队 跑到硅谷来 见了很多的投资人 见了很多的创业者 见了很多的公司的员工 他们一路访谈下来 所看到的 跟他们之前几年 跟中国的创业者 他们自己的一些对比 一些感想 我觉得讲得很不错 然后第三点 我们聊的是 今后不管是你是创业 还是做投资 还是可能是加入一些 新的公司也好 或者说你自己已经在一些公司 你觉得今后可以做些什么方向 第一个 这个Remote Working 远程办公 第二个 垂直行业的SaaS 第三个 Data 数据下一个十年 还是一个数据的十年 第四个 机器人 第五个 安全 只要有数字化就有安全 第六个 Fintech 第七个 Healthcare 第八个 Crypto Web3 3.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人工智能 我个人也是非常关心 也是非常有激情的 一个行业 谢谢广密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的硅谷 执行的一些 看法想法 希望我们做的这期节目 对大家 不管是软件行业 还是未来 一些大的趋势 还是中美创投圈的一些比较 有更深入的了解 好 谢谢广密 谢谢大家 多谢浩义 多谢大家的时间 来听我们的播客 希望后面继续贡献一些 有意思的洞察 给大家分享 这期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就到这里了 听完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一条都会认真地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五星 或者好评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你也可以单独写邮件给我 邮箱地址是 听ting at 声.fm 我都会一一回复 那同时公众号和微博 也可以搜索声的活泼 声是声音的声 节目相关的更多信息 会在公众号里出现 微博和公众号 都会有不定期的福利 给到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 更加紧密的讨论和分享 或者想要认识和你一样 有求之欲的新朋友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进入听众群的方法 是在公众号文章中 扫码添加 或者是公众号后台回复 科技早知道即可获取邀请码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下期见